強風豪雨 重創摩里西斯 兩度登陸莫三比克 熱帶氣旋 伯萊迪也在馬達加斯加 釀成災情 沿海掀起大浪 海水倒灌 民宅屋頂 快被掀翻 臨近莫三比克的馬拉威第二大城 也遭受嚴重衝擊 道路坍塌民宅被毀 截至當地時間十四號已經有一百九十人不幸死亡 Freddy actually originated early February just off the coast of Indonesia traveled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made three separate landfalls during its lifespan 二月初生成 影響持續到三月中 弗萊迪成為南半球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熱帶氣旋 長達三十七天 由於主要路徑幾乎都在海上持續吸飽水氣 壞消息是影響恐怕還將持續 三里新聞環宣報導